自从和李荣浩传出绯闻之后 杨成林现在走到哪儿 都是逃不了这个名字了 最近出现在香港的杨成林 也是遭到了追问 不过之前她一直都很害羞 但这一回她大方回应了 而且还表示 不排除和李荣浩有发展的可能 距离发行上一张专辑 《天使之意》已经两年之久了 最近忙完演唱会的杨成林 又要开始新专辑的筹备工作 不知道绯闻男友李荣浩 会不会也添一份力呢 其实收歌阶段 第一阶段都不会是我 所以公司收到什么好歌 到后面我会慢慢选 那一直以来 我们在选歌的时候 都是匿名投票的 不管新专辑里 会不会有李荣浩的创作 杨成林对于她以往作品的喜爱 已经表露无遗了 就连和爱犬晒个太阳 也要引用一句李荣浩的歌词 本来大家就知道我 一直都有在听她的歌 那我觉得又适合的歌词 其实就是会写在自己的文章里面 所以大家不用太大惊小怪 所有问题杨成林都回答得小心翼翼 记者索性单刀直入 没想到杨成林不断不反感 还微笑作答 那有发展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跟你也有 我跟你也有发展的空间 娱乐星天地香港采访报道